通过战胜美军的F-2战机 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 最近美国媒体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以下是文章节选 随着俄罗斯和中国部署先进的先行战斗机和地对空导弹 在致命战场上获得并保持空中优势的任务 落到驾驶着强大的F-2猛禽战斗机的精英团推和作战人员身上 在冷战时期最后几年里 这种隐形的高空巡航战机被射击用来击败苏联 在欧洲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 向美国和北约投掷的最可怕的武器 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 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 F-2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被搁置了 在这方面 俄罗斯和中国是我们最重视的竞争对手 他们已经发展并正在继续推进 都威胁我们在特定领域的优势的军事系统 事实上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和社会崩溃的时候 也尽可能地保护了其军事工业能力的最佳状态 与此同时 中国在新战机核心的武器系统也实现了现代化 现在F-2猛禽是美国唯一的五代机 美国依靠它来接管和击败先进的防空系统 虽然拥有正确的工具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人 飞行员和维护人员必须接受训练 并随时准备在战斗中击败威胁 毫无疑问 F-2战机是美国空军的保险 尽管空军的其他成员一直在为低强度作战方案 做准备和战斗 但作为一致精英先锋部队 猛禽际队几乎只专注于击败最高级别的威胁 即使是猛禽进入2002年作战测试的最初阶段 F-2在模拟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即使是在对抗最具挑战性的模拟威胁的时候 像苏35、S330-4和S40-1这样的先进的俄罗斯武器 F-2战机的折损率也非常小 但是在中国的歼20战斗机面前 F-2恐怕不占优势 尤其是中国的PR-15超远程空空导弹 将对F-2形成巨大的威胁 F-2弥补飞行员方面的许多缺点 为了训练飞行员进行演习 美国第一战斗机领队使用了T-38教练机 和其他F-2战机的组合 来充当模拟了敌军威胁 并且F-2的飞行员在视觉范围内 进行了大量训练 非常全面 最近F-2战机的新增项目 是新的BLANK-3、2A等5个软件的更新和升级 增加了雷声的AIM-9X的高离轴导弹 其他新武器的加入 也大大增加了F-2的杀伤力 AIM-9X导弹和AIM-120D导弹将完全集成 并增加3.2B升级 但F-2仍然没有安装在驾驶员头盔上的HM-ZS系统 这可能会导致F-2在混战中处于严重的劣势 作为美国空军唯一的第五代空中优势战斗机 再见